鞋盒 哈囉大家好我是小馬 今天的影片是要來告訴大家鞋盒上面的小秘密 那麼鞋盒上面呢都會有一個鞋盒的標籤 那這標籤上面除了告訴你鞋子的名稱之外 其實都還有隱藏著許多小細節 那這當中代表的含義是什麼 就是今天小馬要來告訴大家的 那如果你仔細看完你也會知道 哪些鞋子其實是屬於比較特別的鞋款 哪些鞋子是屬於限量鞋 在Nike的鞋盒上面都已經告訴你了 那我們就從比較普遍比較大眾的鞋款開始講起 這一雙Nike Download Ratio 那Ratio就是復刻的意思 也就是說它是以當年的鞋款鞋型顏色去做發售 像這一雙白綠配色的Download 它就是一個Ratio的鞋型 那當你看到Ratio這個款式的時候 它代表著這個鞋子生產的貨量會比較多一點 除此之外呢 它也有可能會做補貨的動作 舉例來說 像這一款鞋子 它是在2021年今年做發售的 那在Nike的生產線裡面分為四個季 也就是Q1到Q4 那你稍微靈敏一點就知道是1月到3月 然後4月到6月 7月到9月 10月到12月分別為四個不同的季度 在Ratio的鞋子裡面 它是有可能會在不同的季度做補貨 也就是它的生產線可能是一整年都有在生產這個鞋款 所以說Ratio的鞋子它是有機會補貨的 像是黑白配色的Nike熊貓 就是這個生產線一直到年底都會做補貨的動作 那講到這邊一定會有人提出疑問 小馬既然你說會補貨 那為什麼我們台灣店家黑白熊貓都沒有補貨過呢 那我們講完Ratio之後再來講的另外一個版本 我們來看鞋盒標寫著Nike Download SE SE的意思就是Special Edition 也就是特別款的意思 那我們看一下代表的鞋子 就是這一雙也是Nike Duck 但是呢它是一個比較特別的全部擠皮的樣式去打造的 因為在當年原版的Nike Duck 它並沒有推出過這樣子的材質樣貌 所以這樣子的一個特殊款式 Nike就會給它賦予SE的代號 也就是SE的等級會比Ratio再高一些 通常它也比較不會做補貨的動作 而且數量也會比Ratio少一點 畢竟它是一個特別版本 定價上面也會再高一點點 等一下小馬再一次解說 那SE說完 那我們要講的現在是更高一點的 我們可以看到它的鞋盒上面寫著 Nike Duck Low SP SP的意思呢代表著 Special Project 中文的意思就是特別企劃 那當中代表的鞋子就是 這一雙 Vernier 醜小鴨的配色 那剛剛小馬有說 SP的等級會比SE高 所以通常SP的鞋款 它是只有在高級的球鞋店 或高級的選貨店做發售 那台灣有這樣高等級的鞋店 就是只有三家 像是Invisible Juice 還有Fantasy 也就是說這三家是屬於 SP等級的鞋店 它們都會發售SP的鞋款 SP的版本 就真的是以限量發售 所以呢它只會在這些高等級的鞋店販售 那生產的量也會比較少 所以在去年2020年 Nike才會推出這個特別企劃SP系列 把醜小鴨三個版本做復刻 所以去年的三個醜小鴨版本 全部都是SP等級的鞋子 鞋子也會比你們看到這兩個SE跟Rachel的版本來的少很多 那定價方面呢 Rachel的Nike Dunk定價是3100 SE的特別版是3400 那SP的這個特別企劃版是3600 所以去年有在買Nike Dunk的朋友一定會很好奇 怎麼今年Nike Dunk的定價反而便宜了500塊 就是因為去年全部都是SP的版本 所以去年會發售Dunk的鞋子 也都是只有那三間選貨店 但在今年因為Rachel版本之後 所以一般的Nike鞋店也可以做發售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今年有上至摩曼頓 這些我們耳熟能詳的台灣經銷商 都有販售Dunk的鞋子就是這個原因 因為今年的Dunk是Rachel的版本跟SE的版本 那再跟大家分享另外一個SP的Dunk鞋款 也是去年的而且我是在Juice抽中的 你看這樣子的一個特殊鞋款 只有在這種高等級的鞋店做販售 當初推出的這個就是肯達基大學的配色 乍看之下這兩個鞋子好像都是差不多的款式 差不多的材質只是顏色不同 但是版本不同它會做的一些小細節的不一樣 就是這一個版本它有再多附身一個鞋帶 像今年Dunk這種Rachel的版本是不會有額外的鞋帶 但是在去年推出的SP版本 它為了做出一些比較特別的區鞋 所以它有多附身一組鞋帶 但也不是每一個SP都有鞋帶 像是這樣子的一個特殊企劃 它是用不同的材質去做 所以它這個是沒有再額外附鞋帶的 只是要跟大家做一個了解 SP它就是一個特別企劃 它可能會將一些曾經很特別很經典的款式 做一個復刻 然後做一個比較少量發售的版本 所以你看到SP的意思它就是限量版本 它也不會在一般的Nike鞋帶做發售 再給大家看另外一個SP的LEEDS 就是Nike Air Jordan 1 TS SP這一個 Jordan一代導勾的這個鞋款 它也是SP的版本 所以它也是只有在特殊的等級鞋帶才有發售 像是我剛剛說的前面三家之外 台灣就是還多了一個JORDAN的旗艦店 你要小看我們JORDAN鬆高的這個鞋帶 它的等級是非常高的 所以它也可以發售這一雙 Travis Scott的JORDAN一代 講完SP之後 還有再比SP等級更高的 就是QS 我們看到鞋盒標籤 Nike Download Pro QS QS的意思就是Quick Trite 它的意思就是突襲發售 它就是一些特殊的聯名款 然後才會做QS的版本 而且它的貨量真的是比較少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QS大部分會顯示在 Nike SB系列的鞋子的聯名款居多 舉一個例子 代表人物就是這一雙 PRA的DUNK SB 它就是QS的一個代表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 像是 石神 這也是QS的版本 所以說像是這一雙鞋子 台灣沒有店鋪發售 這雙鞋子 台灣只有一家店做特殊發售 也就是我們的FANTASY 所以說 FANTASY在台灣 是相當高等級的鞋店喔 你看像石神 只有它有發售權 那Travis Scott這一雙 Nike SB它的版本 稍微特別的一點 我們可以看到 它上面寫著鞋盒 Nike SB Download TRM QS 它特別告訴你PRM的意思 就是PREMIUM 高級版本 也就是它的用料 它的材質 都特別特別的好 所以它才特別著名 它是PRM 更高級的意思 那像這一雙呢 它並沒有寫上QS 它這邊是 Air Jordan 1 Low 它是PRM的款式 那這個呢 它是長怎樣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今年的這個 歐洲限定的Jordan一代 它也許它的量 可能沒有那麼的少 但是呢 它是用比較特殊的材質 鞋子側邊 有這個爆裂紋的皮革 而且它的鞋舌這一塊 多了一塊牛皮材質 所以這雙材質 跟一般的一代low 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它是一個PRM的特殊材質版本 所以這時候兩個擺在一起 SE版本跟PRM版本 在小馬的認知裡面 PRM會比SE再高一些 那還有沒有比QS更高級的呢 答案是有的 給大家看 這一個鞋盒上面寫著 Nike Jordan 1 of White NRG NRG代表著Energy 在以前它代表著的含義是 極度限量 經典的代表號人物 就是2010年2011年 那時候推出的 就是真的是非常限量的一個鞋款 但是在最近幾年 Nike其實很少在使用 NRG的代號 真正有在使用的就是 Off-White Jordan 1代 但如果你熟悉的話 北卡蘭這一雙貨量其實蠻多的 所以我不太理解說 這個NRG怎麼會用在這一雙北卡身上 不過這一兩年可能 Nike把NRG定位在 比較特殊的鞋款上面 像是Off-White Jordan 1代 就真的蠻特殊的 在10年前左右 NRG的鞋款鞋盒 代表著就真的是非常限量 只是在最近呢 我覺得它的等級應該就屬於 SP的版本吧 高級鞋墊的版本 那我們講完所有鞋的介紹 再來就是做一個排序 RATRO它的貨量是最多的 那再來呢就是SE這個版本 那在SE的上面就是PRN的這個版本 再來比PRN更高級的就是SP 那比SP更高級的就是QS 那比QS再高級的呢 就是PRN的QS更特殊的版本 那麼NRG的代表其實已經非常少見了 所以我覺得現在很少看得到NRG的鞋款 所以說你只要了解前面這六個代號 你在買鞋子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這雙鞋款到底是不是屬於特殊款 或者是一些比較特別的限量款 好的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 如果喜歡小碼影片就幫我按讚訂閱跟分享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再補充一個比較特別的叫做 ISO ISO呢只會出現在DunkSB的鞋款上面 代表著意思就是install only 就是它只會在這種比較特別的店鋪 通常都是滑板鞋墊做發售 不會在官網上面販售 這款以VS1000的相機為設計概念的這個鞋款 就是ISO 它大概跟QS的等級是差不多的 但是這個鞋子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盂